每个人都乘坐过列车,但是你却很少看到它的维修过程。 这是俄罗斯最快最先进的列车,SAP3号目前由10节车厢组成,可容纳604名乘客,包括104个头等座和500个经济座。 它的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50公里,专门为俄罗斯的气候条件而设计打造。 即使在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里,所有系统也能正常运转,并且最高可以增加到20节车厢,全长达到了500米。 这也让它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列车,远高于中国高铁的8或16届车厢。 在其运行了370万公里后,每一列SAP3号都需要开进超级维修站进行维护。 那么你知道列车维修都要经过哪些流程吗? 工程师们首先会彻底检修整列火车,为了在规定的34天内完成这项任务, 他们必须将列车拆分成两部分,并在两个不同的工作站同时展开工作, 首先调起火车拆卸并更换底盘。 这也是全程最为复杂的一环,与此同时火车的另一半则被重新粉刷, 接下来还必须更换受电弓,并彻底检修机载电子设备。 内部的604个座位也将接受检修。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超级维修站里, 这里也是西门子专为维护SAP3号而建。 丹尼斯是这个超级维修站的项目经理, 由他负责整个列车的检修环节。 SAP3号列车自2009年运行至今, 也到了进行而三大修的期限。 首先将列车开进检修站内部, 工程师通过听声就能判断车轮、 转向架和风扇的运转情况。 一旦火车就位, 技术人员就会切断它与架空电力线路的连接, 毕竟处于3000伏的电压下工作过于危险, 随后将它连接到机库的电网上。 为期34天的维修工作正式开始, 第一步就是人工肉眼查看一遍诸如窗户以及座椅等部件的损坏情况。 旅客可以在这列火车上预定多种不同级别的作息, 其中包括经济座、豪华经济座、 寒餐餐车座、商务座以及头等座。 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票价在60欧元到280欧元之间, 其中一号车厢的会议休息室式的亮点, 票价约500欧元, 里面有沙发和带折叠桌子的舒适座位。 当这些车厢都依检查没有问题后, 就是对窗户的检查, 玻璃是用一种特殊材料粘在里面。 对于更换破损的玻璃必须进行切割处理, 然后清洗并涂上底漆和粘合剂, 最后才能插入一块全新的玻璃进去。 此时外面有20名工人开始进行列车拆解作业, 接下来工人搞来柠檬酸溶液清洗水箱, 酸能对水箱进行消毒并去除石灰质。 当火车进入维修站一个小时后, 工人开始拆卸火车内部部件,真空厕所全部被移除, 整个餐车厨房也在紧张的排查当中, 如果有电气损坏,就需要及时地更换并修复。 这列250米长的火车将于今天首次一分为二, 因为萨普号已经运行了9年需要进行R3大修, 引擎室装在列车的地板下方, 电缆线数会穿过车厢底部和连接处, 必须要先把电缆线全部拆掉才能拆分火车。 由于火车目前已经断电, 接下来需要一辆柴油机车将600吨的萨普3号拖动转轨, 它会把整列火车带到油气车间。 在这里火车被分为两部分, 第一部分被运往一个带有特殊升降系统的轨道上, 此时工人拆掉风挡和连轴器, 油气工马上开始工作。 同一时间柴油机车将另一半火车拖到附近的轨道上, 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千斤顶可以立刻把半列火车举起来, 至此转轨作业顺利完成,下一步就是更换转向架, 为此工程师需要将半列火车吊起来, 这一半部分长125米重达340吨, 需要同时启用20个千斤顶, 将火车升高到2米时才能完成转向架移除, 并将全新的转向架放在火车底部, 连接转向架和车体的螺栓长30厘米后达3厘米, 只有卸掉所有的螺栓后才是正式吊装作业环节, 每个千斤顶的最大起重量为20吨, 工人将它们安放在车体下方的特定位置, 同时确保千斤顶位置精确无误, 否则有导致列车轻负的风险, 并且20个千斤顶要完全同步升起, 他们通过数据电缆互联可以集中控制, 一共花费20分钟时间将列车吊到了2米的高度, 现在进入更换转向架的环节, 工人需要徒手合力将废旧的转向架从列车底部推出来, 尽管一个转向架就重达11.2吨, 徒手推动仍然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, 如今每个转向架都已行驶了120万公里的路程, 这相当于围绕地球30圈, 并且大部分的路程都是俄罗斯的冰天雪地, 所以必须进行大检修才能上路, 在隔壁的油漆车间内, 火车的另一半作业也在紧张的进行中, 由于石头磕碰加上冰雹袭击给列车的铝支外壳造成了无数的凹痕, 工人必须将其打磨抛光修补完好, 与此同时更换的就转向架被运到转向架车间, 在这里通过检查并更换一些易损零件, 转向架也必须完全被拆解, 转向架的框架就接近10吨重, 工人需要检查刚才是否存在裂缝, 主要是针对弹簧、刹车、减震器、稳定器及螺丝的更换, 大修整个转向架的工作周期需要一周时间, 与此同时车轮被送往轮组车间, 车轮也是火车上承受压力最大的部件, 一种专用机床能使车轮的表面扭曲恢复原状, 这种机床要把特殊硬化钢压至4毫米, 以消除其中的不平整及腐蚀, 接下来轮组仍需经过试验台测试, 之后就可以重新安装到火车上了。 现在工人将更换后的全新转向架推到火车的下方, 并且保证每个转向架位于特定的位置上, 有些转向架配有马达被称为自动转向架, 没有配备马达的名叫后转向架, 接下来技术人员将车厢与转向架重连, 连接的螺栓位于横梁上, 它必须以毫米度精确地装入车厢底盘, 在集成空气悬架的帮助下, 转向架会向上迸送以完成最后一段涅合,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连接螺栓未能准确地滑入螺孔, 它就会被卡住, 到达最后一步后同时由工人手动协助完成涅合, 采用这种方法,工人逐个调节转向架, 与此同时在油漆车间的另一段车厢的外壳打磨也接近尾声, 然后再进行着色以及双层涂漆, 每节车厢总共会用掉140公斤油漆, 很快时间已经过去15天, 此时从外表看这列火车已经焕然一新, 接下来就是将火车的两部分进行调换, 新油漆的这十节车厢被放置在千斤顶轨道上, 安装好全新转向架的那十节车厢则被送往油漆车间, 转轨作业虽然看上去很麻烦, 但如果先得整列火车上漆, 然后再更换转向架, 那么大修则会多花费三周的时间, 装上新转向架的半列火车现在到了油漆车间, 接下来就是立即开始粉刷涂装作业, 他们只有三天时间来完成每节车厢的打磨, 填充,打底,着色以及双层涂漆, 与此同时, 另外半列火车的转向架也在紧张的更换当中, 整个团队几乎昼夜不停地工作, 即使采取分段式作业, 余下的时间也只有不到12天, 时间来到第31天, 列车已经上期完成, 接下来两部分车身也重新合拢, 但是工作还远未完成, 现在是时候开始更换顶部的受电弓了, 首先磨带极易磨损, 它的外侧是软铜, 内心则是石磨, 悬链上产生的摩擦导致其不断的磨损, 当时速高达250公里时, 受电弓也会受剧烈的空气扰动影响, 在二三大修过程中, 工程团队也会将这些部件全部更换, 萨普桑号共有四个受电弓, 每个受电弓重达270公斤, 用吊机将废旧的吊离列车顶部, 火车行驶时, 3000伏的电压会通过受电弓流入火车, 所以所有的密封点必须做到万无一失, 否则就有可能引起短路并使火车系统瘫痪, 当外部零件更换与修复接近尾声时, 内部维修作业仍然任重而道远, 接下来团队必须更换损坏的车窗, 检查萨普桑号全部604个座位, 以及维修两个驾驶室, 检查车内门和电器系统, 这列火车的窗户几乎都有4厘米厚, 它们有两块夹层玻璃, 所以更换它也是非常麻烦, 车内的工作人员则利用一种特殊的测试喷雾模拟烟雾, 检查火紧报警器的功能, 火车上的每个电控箱都配有至少一个火灾探测器, 必须全部检查完毕, 火灾探测器,为了避免产生恐慌一旦发生警报, 只有在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里能听到报警声, 头等舱可调节的豪华座椅上满是各式电子设备, 所以必须要一一检查确保功能正常使用, 另一组人员则在检查火车的22扇自动能系统, 接下来还要着手处理两个驾驶室, 这也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火车驾驶室之一, 车载电脑通过传感器来监控列车上的所有部件, 此时重达20公斤的全新车窗玻璃也被安装完成, 最终完成最后的清洁工作后, 这列多达20节车厢的萨普三号列车就完成了大修工作,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, 如果您喜欢此类视频,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, 咱们下期再见。